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图片样式的设定 那说到样式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Photoshop中 如果说你打开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图片自身给它呢添加一些样式 比如说当前添加一些投影或者描边或者发光 描边呢是我们经常会用的 比如说呢描到我们这个内部 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描边 也可以说呢修改一个其他颜色 这样呢非常的直观而且呢显而易见 但是说在Gmail中我们可以说通过当前代码的方式 直接实现当前简单的描边 而没有必要呢说一个一个图片去修改 如果说我们看到每一个图片都去修改当前的描边 这个工作量呢绝对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当前在查看中我们把这个CSS开启 这时候我们看到在下边的这个图片中 我们想给这个图片追加一些描边或者边框效果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当前通过CSS直接的进添加 所以当前我们可以说切换到实时图 方便我们看到最终的这个结果 我们在实时图中呢不可以说直接对元素进行修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资深图片呢它是添加了当前的一个类 我们在这个代码中也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这个原始的图片 原始图片加上当前我们指定了它的这个类 那在我们这个样式表中呢也可以看到当前这个类呢肯定是没有添加任何样式 我们在CSS中搜索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看到标签中没有任何元素 所以在实时图中我们知道标签所存在的这个位置 包括它的这个类之后 我们呢同样可以说非常方便的在CSS刺激器中对它进行修改 这地方我们还是说呢把这个属性呢全部展开 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们在这指定下我们的CSS指定下当前的这个标签 比如当前呢我们是在当前这个标签中 那么这个标签中我们看到它是没有任何属性添加的 所以当前我们可以说切换到当前的背景属性 我们这边也可以说点击一下其他地方 这样的方便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然后当前在背景属性中 我们确保呢选中的是这个图片 切换到正确的标签中 在背景属性中当前呢我们说先给它加一个背景颜色 可以说任意点击一下 或者说我们当前用石榴进制输入一个颜色 比如CCC当前呢就是这个灰色 但是说你添加颜色之后 在图片上呢当前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是要呢再做一些边框处理 我们切换到当前我们这个边框 我们修改一下间距这个是呢最好的方式 所以当前在间距中我们可以看到内间距和外间距 包括我们这个边框的设定 首先我们可以说设定一个它的这个内间距 所以我们在这个padding中可以呢点击添加一下 比如说添加5px中间锁定一下 锁定之后我们这个5px会同步的添加到我们这个四边 这时候我们在图像的外侧已经看到了这个灰色 如果说不是非常明显的话 我们把它改到10px 这样呢我们看到这个边框的非常的明显 当然添加边框之后我们可以说在它的这个属性中 我们再将它呢浮动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这个float 可以说让它浮动到左侧 浮动到左侧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外边的间距呢 这个距离不够了 我们可以说通过外间距 比如当前呢我们在右边给它设定当前一个1m 所以说这里呢添加了一些间距 如果说间距过高的话也可以说再次修改一下 比如说0.7m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输入的是7m 我们要输入的是0.7 确保这个地方呢不要输错字符 但是你输入当前这个效果之后 我们可以说继续追加其他的CSS样式 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在这个边框的设定中 边框我们看到在上下的这个设定中 并没有说精确的控制当前它的这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这个右侧 右侧我们可以说呢控制一下这个宽度 比如说当前的px 我们设定1px 然后设定下它的颜色 颜色我们设定一个警号999 那设定之后我们这个样式可以说在这个style中 我们在样式中设定一个实现 所以说当前我们看到这个灰色 一个px样式的实现呢添加到了当前这个图像的右侧 所以在这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变化 当然我们这个相同的元素 我们可以说在下边也给它添加一下 所以当前添加1px 添加之后呢颜色我们当前呢还是用当前的灰色 然后上边我们这个样式设为实现 那么这个操作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图像的边缘设定 当前一个类似浮雕的这个边缘 所以说图像看起来不像是单纯的图片 稍微的添加了一些立体感 并且当前我们回到设计师图 我们这个图片呢我们看到 本身选用之后所有的样式呢是添加在它的这个周边 而且当前这个图片我们在它的属性中看到 也是指定了当前这个类 如果说我们再添加第二个图片 比如说最后的位置 我们再追加一个图片 我们呢任意的点击一个图片 当图片呢追加进来之后 我们给它呢应用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类 我们应用这个类之后 我们看到样式呢就会直接添加到这个图片上 所以说通过类对图片呢进行批量修改 这呢是非常方便 而且呢是非常便捷的 我们下期待的这个图片 我们下期待的这个图片 我们下期待的图片 我们下期待的图片 我们下期待的图片